离境祝福 那我要问你 你见到耶稣十字架 拜不拜 你要不拜 离境祝福十字架出外 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进人家教堂 看到十字架耶稣 想我们跪在底下拜 他们信徒都看待了 我们那个佛教 怎么也看待了 你怎么去拜十字架了 我们要跟他解释十大愿望 离境祝福 耶稣是谁啊 观世音菩萨化身啊 你见到观世音菩萨要不要 观世音菩萨变个面孔 你就不拜他了 哪有这种道理啊 错了 你自己搞错了 你不认识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日本 你看看日本中村康隆老和尚 那我跟他第一次见面他就告诉我 全世界所有宗教创始人 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讲得真好啊 他的徒弟乔本 现在是放账了 乔本那天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 我们老和尚跟你说的话 他从来都没讲过 他不跟你们讲 他跟我讲 为什么我懂 跟你讲你不懂 我到每一个宗教我都摆 每一个宗教经典我都认真去读 是一不是二啊 你分别就错了 你不分别 敌对就没有了 你看 佛说 我们中国古生献献献 人这无敌 这句话怎么说 人死的人 没有冤家没有对头 没有敌对的 这才叫人啊 我们还有敌人 我们还有敌人 这你就不忍了 没有对立的 他跟我对立 我不跟他对立 他就对立不起来 他跟我对立 我也跟他对立 好 这两个对立起来 一边对立 一边放下 对不起来了 没有了 就化解了 这是真正觉悟 真正明了 所以 世界宗教是一家了 宗教团结 有利于世界和平 有利于社会 这好事 这不是坏事 宗教可不可以团结 我们过去做了十年 这个十年经验当中 肯定宗教可以团结 宗教本来是一家 宗教与宗教之间 决定没有矛盾 只要你互相去研究 互相去学习 如果对立了 我只度我的 我不能觉得度他的 那就错误了 那就就产生对立 产生矛盾 产生冲突 你一互相学习 全化解了 这个理念 这种方法非常重要 现在社会迫切需要它 那么国际上 这些宗教会议 越来越多了 重要的 这些会议当中 世界 各国 不同宗教 灵修的这些会议 这影响很大 一定要把这些信息 传达 然后来说 那边 来说 对 这些会议